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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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現水平 想去現水平 想去賺點東西買 我覺得其實這款696 可以去考慮一下 其實它也都是剛剛早前 也都是公佈了業績 業績主要是收入,不是增長十分之大 但它規短型那一刻,值得留意一下 你看到收入增長,增長20%至24% 但規短型這部分我覺得會好 因為它本身是相對上穩定的 因為它很壟斷,你在內地做一些航空信息業務 你一定是充滿這件事去做 它其實業務是幾部分的,是甚麼呢? 航空系統、機票分銷、值班系統和結算清算系統 其實它主力可以跟進去做 這些技術服務其實佔它的收入來說 其實已經超過五成以上 所以其實它在這些這麼差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看它又蝕錢,轉去做賺錢 還有它其實之前它的收入不單止是這麼低的 現在它只是賺2.7億 由去年同期它在虧3點多 但你看到過去來說,那個數是大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些比較有機會是boughton狀 再加上它的公佈業績出來 它見得到它去虧轉型的情況之下 我又覺得這一隻股在這個moment來說 再加上它走勢,其實它突破之前整股原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上網看回15.9這些水平 其實是埋近這些5月到7月這個環境的底部 第一個位置先看著這個位置 向下,我覺得塞回之前的這個低位 就在12.78 這樣就可以考慮做一個指示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不應該穿的 如果它真的走回一個up trend 當作這個是第一個位置 可能它穿完之後抽一抽上去 會有機會試多個隻腳出來 也不奇怪 但如果你真的看它 抽完上去 即是現在它整股原向上突破 你看它抽完上去 回一條下來都不應該失去這個低位 如果失去就走了 那你up side 我又覺得你看著這個低位 15.9這些水平線 我覺得最危險的情況 就應該有機會過了 除非你真的有些什麼呢 內地疫情突然之間爆得很厲害了 才有機會令到它面臨著一個 又是慢慢以來 又變回錢又變回錢 但我覺得那個機會是微一點的 始終你內地 就算你之前曾經都彈過一下 現在其實你都好像也是這樣 再加上你接下來 明年就是這些冬奧 我覺得其實內地的流動 還有你去到年底 其實我相信其實也是那個女友 應該又會好一點點 也是那個機會會大 對它來說 應該是一個 positive 的一個 factor 來的 你要猜那個疫情 原來是會帶回別人 你不能猜 但現在去看這個時刻 我覺得應該是最壞的情況是過了 可以這樣去看著 謝謝